大家好 收到Chromego 那個板子的同學 這個影片 一定要看一下 因為設計上有很多 缺失 不看啊可能會有些問題 之前啊又出張嘴巴 說人家板子 Bug很多啊很容易 今天我就 來自我評估一下 這塊板子的問題 很多啊 當時沒有認證設計 第一個 大問題是啊 這個 你手上的開發板啊 插上這個它沒有標示出 方向 有可能讓反過來插 有可能這樣子插 會插錯 所以這個天線啊 是要朝著這個開關 然後 Micro USB的接頭啊 是 朝著這個 按鈕 這沒有標示 後來設計的板子啊 就都有標示 天線朝哪裡 USB朝哪裡 就不會接反了 這是一個大問題 這是一個大問題 然後再來啊 第二個問題 這個 IPS螢幕啊 也沒有標示 腳位 GND 然後BL可以試哪一片 啊 你沒看啊 可以這樣子插 這樣是對的 然後啊 沒標示 有可能可以這樣插 插得進去 這樣就會燒掉 這個 IPS沒標示 然後在 TFT這一邊啊 是 VCC 最底下的 然後最上面是LED TFT 那也沒標示 那這樣子插是對的 也可以反過來插 就是螢幕就會燒掉 然後腳位不能戳開 要小心 這塊板子的 電路跟硬體設計上 都沒問題 很多瑕疵 再繼續說 應該說算出自爛造 再來這個開關啊 用那種很便宜的 手感很糟 後來有認真找零件啊 這個開關薄一點 而且手感就好很多了 還有這個 這個 19PIN這邊是好的 然後這邊啊 想怎麼會門牙缺一段啊 最近啊 我要焊這板子啊 這個牌母用很兇 實際上四條也不夠 這五片焊 然後這個也有用掉 啊 所以 你們就會收到這種 這一段沒有 不會影響到功能啊 就醜醜的 將就用一下 正常 正常是這樣 整排滿滿的 好 再來一講 這個OLED就 符合標準 就有標示角 我也絕對不會插反 然後按鈕部分啊 用這種Dipper很粗糙 按起來也很吵 後來又認真選用白色的 手感就比較好很多 好 這個 這邊有兩 有兩個針腳 可以接五福特 然後板子底下標正負 但是啊 你插上這塊板子 又看不到正負在哪裡 所以這個也是個缺失 還有這個連結器啊 用那種很粗糙很高的 你看 接出來啊 整個那個螢幕模組 都飛在天空 很醜陋啊 後來又用這種成板的 成板的連結器啊 這模組都貼得很緊 很不錯 還有缺失 再來就是 這有兩個燈 上面這個燈是電源燈 白光是很亮 那底下這個是綠燈 當你螢幕有變化的時候啊 綠燈會閃爍 那這樣死掉螢幕沒變化 就沒亮燈了 然後這個 一直在閃 然後這隻 這個 Youtube寫的這個 可以測試左右鍵 右鍵 左鍵 所以我這些做手 和的Sample啊 功能都會測試 是好的 再來 這個 拼腳的定義啊 跟那個 TT GoT Display 一模一樣 好 Chipset 5 Data Comment Data Comment Reset 23 那個 Mosi 19 Clark 18 都一樣的 那假如軟體 比較不熟的啊 想快速上手的話 你就 跑這隻 這隻 這隻是Demo的 都不用改 就可以跑這一隻 這個都不用改 但是啊 你要去 這個地方 Arduino Library 然後TFT ESPI 這一隻Library 然後這邊有兩個檔案 然後要選這個檔案 這個檔案要改 然後這個檔案啊 你開了之後 往下選一選 這個 這邊要斜線兩條 然後這邊又開始有 1號 2號 3號 很多這個螢幕 然後選到第25號 25號是TT GoT Display 然後這個斜線啊 要取消掉 然後儲存 儲存好了之後啊 然後就按上傳 沒問題的話 就會出現這個畫面 這隻螢幕就點著了 還有第二種 第二支Library 第二支Library 第二支Library叫做 怎麼指這個 GFSLibrary 是一位香港的大神寫的 陳老師寫的 你這邊 它範例比較少 然後這支程式啊 比較好改 比較適合初學者 不用到去動那個 Library那邊 就在程式裡頭改 然後往下捲 這邊都是很多塊板子的 拼腳定義 然後捲到第58行啊 ESP32這邊 去Slay改成5 DC改成16 reset改成23 然後這邊 其他不要理他 繼續選 然後這邊啊 一般它是選這個 硬體SPI 你要有斜線 然後這邊取消斜線 選ESP32 然後啊 Clock18 MOSI要改成19 18、19 所以這五隻腳定義 改完之後啊 第二部啊 改螢幕 它有很多支螢幕 初始值是 93、11 要斜線條 我看你啦 看你是點什麼螢幕 我現在這支是 跑9488 然後這邊斜線 取消掉 然後上傳 就可以點了 所以說這一塊 這一塊是 是硬體上沒問題 但是 那個設計上 應該算 四個字啦 初次按照 沒有認真設計 所以我就 這應該也還算 Sample階段 拿出來賣也 不太好 蠻丟臉的 小學生作品啊 那有什麼問題 就在那個 FB社團上 再問 謝謝